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 一小谋预计欧元上行银料受限于1.130928 下破或延续跌势 二大嘴收连 赞压金价下挫 得应控局或领金市在先狂逃 三澳洲国民银行预计 澳元仍被高估 年底目标持续下看0.75 大家好 今天是9月27日星期二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周二亚市尾盘欧元兑美元窄幅震荡走低后 探底回升 目前再度走软 交投于1.1244一线 毛根大通表示 2015年3月 欧元兑美元于1.0462筑底以来 形成了三角形整理形态 可能已经完成 五周前 汇驾于五浪目标1.1347附近略作停顿 在这种情况下 汇驾当前的任何反弹将受限于 1.130928 只有上破1.1328才能再度打开涨向下个目标 1.142650的空间 若跌破1.130928 趋势将转为下行 存在至少下侧 1.104937关键支撑位的风险 若下破1.1037将令关键梯形输轴点 1.078210面临挑战 六澳延续长期跌势或下策0.9652和0.9298 北京时间13点49分 欧元兑美元报1.124446 周二亚市五盘 美国总统大选辩论首秀尘埃裸定 大罪特朗普并未有出格的言论 风险资产投资者长输一口气 避险资产因此迎来一波抛售 现货黄金价格出现下挫 截止发稿现货金价下沉0.20% 来到美洋司1335.50美元 日内最低点处及美洋司1334.35美元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因为就非法移民及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发表高谈扩论 目前高悬在市场头上的不定时炸弹 当属欧洲银行业困局 市场愈发认为 德意志银行终将无法避免申请政府救助 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已正式对此表示拒绝 市场不免担忧 2007-08年美国银行业危机或将重演 北京时间11点41分 现货金价报美洋司1335.21美元 周二亚事盘中 澳元对美元于平潭附近 在不震荡后探底回升 现交投于0.7644一线 澳洲国民银行表示 美联储9月利率决议如期维稳 但在鸽派货币政策声明的打压下 美元进一步走软 有助于澳元对美元于0.7450-0.7750交投 该行指出 三季度末即将来临 澳元对美元以此前的目标0.77不远 当前没有充分理由改变年底将跌至0.75的预期 并不认为近期存在任何突破当前交投区间的风险 该行称也就是说 美联储9月利率决议后 由于市场波动性低起 当前澳元对美元更易突破当前交投区间上限 至少在美国大选进一步离近前 北京时间10点23分 澳元对美元报0.764446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